追女生,这四大禁忌不能碰,特别是禁忌三 女生的心理很难猜的 基本上男生在追女生的时候都会在这方面受过错 因为他们也不懂得女生到底想要什么东西 但其实若你能读懂女生的心 追求女生是非常容易的 一,懂得她到底想要什么 而不是一味的追求 基本上男生追女生会有一个误区 他们认为只要追着时间长就一定会感动她 但其实并非这样 有的女人她欣赏男人的品质 有的女人她欣赏男人的责任心 这些都是不同的 所以想要追求一个女生 你要懂得她到底喜欢什么样的男人 欣赏什么样的男人 懂得这些 说不定你追求女生的难度会减少或小 二,只会迎合对方 男生刚跟女生交往的时候 会对女生特别的好 但是你跟对方在一起以后 不能够四次都听从他 你要懂得分辨好的不坏的 一方面是听从对方 两个人之间没有了公平 时间长了也会出现矛盾 另一方面你只听从对方的 自己连自我都会丧失 一个没有自我的男人 是没有女人喜欢的 三,没男子气概 现在社会市场可能发生了变化 男人都往小鲜肉方向发展了 但其实女人更喜欢那种 有男子气概 有责任心的男人 那种动不动就哭哭啼啼的男人 还有喜欢化妆的男人 最让女人厌赏 女人就想找那种能够保护自己 能给自己的未来负责任的人 这种男人看起来是最没有让人有安全感 也是大多数女人讨厌内心 四,只在乎自己的外貌 不在乎内心 所谓一见钟情 都是看对方第一面的 其实看对方外貌并没有什么 但是只看这两个人的感情是走不长的 因为在以后相处过程中 更看重的还是对方的品德 性格以及各方面 这种是大多数不靠谤的 因为你根本就不了解对方 这样就算你们两个人在一起 在未来若有性格不同 或者其他矛盾还是会分手的 汽水长流的感情 可能才是最靠谱的